每个月一定会有收到电话还是简讯讲 我们看到这只狗被车撞可以下去帮忙吗 有几只是被车撞倒所以他们就不可以走路 有一只它是被车撞倒两次 然后它的后腿也就是受得伤眼睛也受得伤 因为有些狗是站在那边可能是在纹地上 还是吃东西的话还是在喝水 你驾很快是引擎很大声 所以有些狗是吓到 你一驾过的话你要靠近的时候狗吓到跳起来 有时候是跌下去 我们有经过是Tampernese那边 有一只狗躺在流浪狗躺在马路中间 在吐血流血鼻子全部都有血 要到诊所的时候它已经断气了 所以是一种很辛苦的方式去导致 如果大家驾车都小心都在看路的话 要注意旁边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 狗也是一样猫也是一样 我们每次开车之前我会看车的车底 不过有些猫喜欢睡在里面温暖 人家又会想 oh start engine 猫应该会跑掉 不是这种事情 有时候他们睡在太熟的时候 你开车你不知道你会捏过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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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